第三世多结羌佛办公室公告 2008年7月20日 自收到一些佛教机构的咨询 现公开答复如下 第一 丹真诺日仁波且是在没有被认证成仁波且之前 由于他写了拜师后要好好学佛利益众生的菩提心发愈文 三世多结羌佛才允诺他拜在脚下为弟子的 第二 三世多结羌佛没有为丹真诺日做过任何的佛佛认证身份 我们看到丹真诺日传来夏诸秋阳仁波且 为他写的认证为佛佛的认证书后 才知道丹真诺日是由青海古洛州的夏诸秋阳仁波且 认证为皇教的一个转世佛佛 第三 我们办公室并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他被认证为 宏教的藏王赤松德真转世 制造并传播谣言不是修行人所应该做的 第四 多结羌佛第三世宝书 正式出版之前的教稿版名称为正法宝典 但正法宝典上并未记载有任何认证活佛的事 第五 多结羌佛第三世宝书上有介绍认证的实际情况 那是三世多结羌佛对一些著名的大德们做的确认 包括夏诸秋阳仁波且 也是国际佛教声明总会高声门请求三世多结羌佛做认证 而三世多结羌佛口头确认夏诸秋阳的转世身份 但也没有写认证书 多结羌佛第三世宝书中 堪有三世多结羌佛为丹真诺日取法灌点的照片 及丹真诺日仁波且的简介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 但你们信中提到的另外五个人的名字 及他们的认证 他们是什么人 什么身份 我们不清楚 第六 关于要求看丹真诺日仁波且 给三世多结羌佛写的拜师发愿文 因为这是丹真诺日仁波且 写给三世多结羌佛和诸佛菩萨的文书 述个人资料 我们不能提供给大家 大家要明白 这是干嘛喜饶跟登仁波且 达储横身仁波且 酷顿横性加措仁波且 他们跟随三世多结羌佛学习近二十年 三世多结羌佛也没有为他们做认证 而只是丰授他们为仁波且 三世多结羌佛总是说 有姻缘时有其他的高望重 道量身后的人波且来为你们认证才合法 我是一个惭愧之人 没有认证之格 因此他们的真正身份 最后还是由其他的著名大德为他们做的认证 所以当你们仔细阅读多结羌佛第三世这本宝书 你们就会了解三世多结羌佛是何等伟大无私 忍辱谦虚 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佛菩萨和众生的楷模 而三世多结羌佛的正量成就 仅在多结羌佛第三世中发表的也是无甚可接的 但他的言行却是平易近人 以残跪者自居的 也是发心永远不收供养 而只义务为众生服务利益众生的 第三世多结羌佛办公室 2008年7月20日